以上宣称立场中立温和的世界首富马斯克 近期多次发表对美国左派日益激进的反感 周三,马斯克发推文表示 过去我把票投给民主党 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个善良的政党 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分裂和仇恨的政党 所以我不能再支持他们 会把票投给共和党 现在,请开始观看他们对我施展的肮脏伎俩吧 就在宣布新的政治立场之前 马斯克还发出一条推文 预言左派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 对他发动猛烈攻击 新唐人记者,乔湾综合报道